众所周知,北加州湾区硅谷一直以来寸土寸金 要想在这里找到一处全新开发的Single Family楼盘几乎是不可能的 那么今天在我后面,则是硅谷目前核心地带唯一的一处还在代售的全新独栋房社区的Rose Lane 那么今天我就要带大家来考察一下这个社区 大家好,我是贺博杰,北加州湾区的房产经纪人 很高兴今天再次在这里跟大家见面 那么今天我们要来看的这个社区叫Rose Lane 它坐落于圣河赛市的西南部,一个叫Cambrian的这个社区 那么这个社区在当地也是一个很受欢迎的社区 人们非常喜欢这一带,由于它的交通便利四通发达 加上有优秀的学区,以及非常安全的社区 如果你喜欢shopping,然后在外面社交的话呢 这里离圣河市downtown很近,离Los Gatosdowntown很近,离Cambrian downtown很近 周围还有著名的Santana Road和Prinian Shopping Center 所以呢,是一个很受欢迎的地方 另外如果你喜欢outdoor户外活动的话呢 Cambrian它也是非常靠近Santa Cruz Mountain 所以呢,这一带也有很多很漂亮的公园以及hiking的地方 比如说Los Gatoshiking Trail 那么关于Cambrian以及周围的城市 比如说Cambrian的详细介绍呢 我也有做视频,欢迎大家来我的频道继续考古 好了,话说完啊,我们现在就要来看房了 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社区呢 叫Rosewood 这个社区呢只有21套房,很小 目前已经完全竣工 所有的房子已经卖完了 那么Rose Lane是马路对变的新开发社区 目前一套房子都还没有盖 不过那个社区也将会盖成类似这样的社区 类似的房子,也将会只有21套房左右 那么那个社区呢,是目前还有5套房代售 我们今天要看的这个model home呢 是在这个社区的 当然这个房子也将会 就同一类型的房子也将会盖在Rose Lane 那个社区上面 那么这两个社区呢 它的HOA都是250块钱开始 社区并没有什么公共设施 只有一个小公园住在附近 这个社区的location呢 则是在Cambrian neighborhood最核心的地带 就是Union和Campden这条路的交界处 周围有很多餐馆 购物的地方 然后呢 那个Cambrian Park Mall也是可以走路就可以到了 周末有很多活动 比如说那个Farmer's Market 这个区呢 虽然是靠近核心地带 但是非常的安静 因为它并不在大马路上 那么这个区的开发商是Robston Home 它是湾区local的一个建商 他们主要建造Semi-Custom Home 而且他们呢是善于这个手工的这个质量非常的高 以及他们会用那些比较高质量的产品来盖房子 那么我们要看的这个Model Home呢 就是这一个白色的 这个房子呢是四个卧室 4.5个浴室 3200尺的Living Space 在一个5000尺的占地面积上面 两个车位的车库 而这个房子已经有那个Solar Panel 以及呢EV Charger的Setup都已经做好了 这个房子的售价呢 是起价是3.2M3245,000的Base Price 好 那我们马上就进去看看这个房子内部的情况如何 好了 我们进来看一看这个Model Home 好了 这个房子呢 这个Model Home呢 它的面积是3200尺 占地面积5000尺 然后它是四房4.5个浴室 然后呢 它的售价是3245,000 就是目前它的开盘价 那么我们首先看到的 这是它一进来的第一个Living Room 小的Living Room 这边呢则是楼梯通到二楼 它全部采用的是High Sealing 然后这是它的厨房 厨房看起来很霸气 它的这个是属于宽阔型的户型 而大的建商建的基本上就是这个工厂出来的那个叫Cookie Cutter 所以呢 这一类的房子一般来说它们的用料呢是会更加的优质 它们这个做工呢也是更加的就是这个技术会更好 就是更多的是手工的 而不像那些大的建商更多的是那种批量生产 所以呢 它连带一个洗手间 是可以洗澡的 是可以洗澡的 我看看 是一个可以洗澡的一个客房 好了我们上二楼 看它的剩下的几个房间 这个应该是它的中央控制系统 这个房子 这里所有的房子 它将包括它的这个空调与暖气 都将是centralized 而且这种新盖的房子呢 它都会有solar panel 这一类的房子的solar panel 它是已经包括了 所以你买了之后是没有租约的 它是已经包括进去了 然后呢 咱们先看看它的这个主房 主卧 二楼呢 它的也是high ceiling的构造 那么这个就是二楼房子的结构 然后 这个是它的这个浴室 看上去也是挺霸气的 它的所有的这些用料 包括它的这个尺寸都是custom的 看上去还是很不错的 然后这是它的这个 walk 这是它的closet 那么主卧的这个closet 给人感觉空间感还是挺足的 所以也就是说二楼的这一边 这一整边 全是主卧的空间 那么通过主卧的窗户呢 可以看到社区的这个 这个情况 这是一个很小的社区 像我之前说了 硅谷这个地方寸土寸金 基本上新盖的single family home的新开发社区 基本上是已经很难找到了 这是为数不多的一个还在代售的 那么这是二楼的一个叫loft 现在这种设计也是很受欢迎 大家可以就是在二楼有这么一个小的生活空间 像客厅一样也不错 那么这是它的另一个洗手间 然后这个则是他们剩下的这个客房 是客房一 然后呢 二楼这个地方是它的这个laundry 那么laundry这个空间也可以作为这个储存储存私人物品的额外空间 这是它最后的一个房子 一个卧室 这个小卧室也是可以通 可以看到这个社区的阶级 挺漂亮的 这个社区呢 目前来说呢 是总共只开发21套房 目前呢 已经走了15套房 那么剩下还有5套房还在代售 相信呢 在寸土寸金的硅谷 这5套房卖出去 应该也是很快的 好了 那么这个房子基本上就看到这里 四房4.5个浴室 占地面积3200尺 然后它的售价是3245,000 这是它的开盘价 如果大家对这一类的房子有兴趣 想了解更多的话呢 欢迎您咨询 我的联系方式也在视频的下方 如果您对硅谷房地产有任何其他的问题的话呢 也随时欢迎您找我咨询 好了 那么这个房子就看到这里 非常感谢大家的时间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